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名剧 这个名剧依然还是一个女命 运在迅宫 迅宫的人做事就是风风火火 然后那个我们看他中共是水星 水星是为智者呀 加上迅宫那个也为智者之星 所以说他为人就是特别聪明 而且灵厉 但是呢他里面呢 虽然聪明 但是他里面竟然是九星啊 九星毕竟是慈悲之星啊 而且他坐在成龙的位置 他也真的是说 以身作则的去 我们说了心机善良慈悲 他是真慈悲 有的人呢他是什么 他是假慈悲 所谓的假慈悲 那嘴上说 哎呀我这人心仰好 但是你做过什么好事呢 你什么好事都没做过呀 有人说我这人心地可善良了 那接下来都问你 你是善良啊 对吧 但是你做过什么善事吗 说说他说不出来呀 说善良的人未必做善事 好心的人未必做好事 但是我们看他 他是属于真正说 珍珠门的性侵来 一般来说呢 是属于真的慈悲善良 再加上他运在尘土 尘土的人呢 是土生万物啊 而且呢 我们说 三月的土 是从地下会长 萌芽出来万物来 所以说呢 他有能力 谁都帮 谁谁都管 但是呢 像这样的命局 一般来说 他都会有自己的梦想的 梦想的什么呢 梦想的一切 梦想的帮助众生 梦想的如何去生万物 他是属于有思想的人 有的人没有思想啊 这只要有饭吃就行了 这是 但是我们看看他的财工 说想做善事你得有钱呢 你没有钱 你搞什么去做善事 你行善事也不行 那我们说孝顺父母 孝顺父母搞什么去孝顺 你说我这心仰和好了 心仰和好了 你给父母多多少钱呢 你是给父母养什么 孝道不仅仅是挂到嘴上的 而是说 真正的是说 你要拿付出实际行动 你这边说自己孝顺 那边还啃得老 然后又感觉到 我自己很孝顺 那是属于我们说假孝顺 假吃辈 对吧 这是我们讲说 他财工在职 那么官路工在神 他既不献职也不献申金 像这样的呢 一般命局 就属于拿国家奉路来了 他就有固定的工资 和稳定的收入 他才能够龙行天下呀 对吧 但是这样的命局呢 他以前他不知道走财工啊 他感觉到我就拿点 赚点每个月 我就赚点钱 就挺安稳挺安定的了 但是呢 慢慢逐渐的他懂得了 懂得了什么呢 人这一生没钱不行啊 你会发现 他全部都是火呀 天干三个火 地支又是一片火 是啊 他享福安定 但是他突然发现 钱不够花呀 所以说他今年开始行什么 行财运了 今年是亥水之年 亥水之年来住纸水财 明年他可以说是大发财员 明年他知道 我要拼命的去赚钱了 但是他绝对是一颗服刑啊 也代表着说什么 我们说是属于这个 服刑高照的这么一个命局 为什么你看 他日注是月令是五火 五火是他的福刑公 天干地支一气 然后呢 左膀右臂都来胜住于他 这就说明 其实他是属于那种 不用很辛苦的这个命局 他只需要 其实他是属于那种 过去来讲 就是这个命局 就属于太太命了 就是不需要努一份 而且呢 我们会发现 他他是太太命 他带了一个配偶工来了 配偶工来了 天天是水来生木啊 也就是说 他忘配偶的事业 也忘配偶的财运 他绝对不是说 我们说那种刻这个配偶的 他为什么有服务 因为忘配偶 这就属于 总体的来讲 我们说了 他今年明年后年 这三年 他的财运是大忘 而且呢 从明年开始 他也知道 这人得存钱了 不能说 总须把这个钱财 想花就花 其实他 就即使干啥 他也不缺钱财的 这么一个命局